阿兰惹之梦是做什么的 此处是个 类似于十恶莲花镜的结界 烟池物将我困住 你贪心我 就匆匆赶来救我 烟池物它也太厉害了 竟然把你关了两次了 它不但关了我还关了你 我们在这里出不去 只能困于此中 他这个人 怎么这么坏心眼啊 那 怎么 他再次困住你 我奋不顾身来救你这段 我都不记得了 因为你睡糊涂了 小白 你不总是在我被困的时候 来救我吗 你果然晓得我是那只小狐狸了 你怎么现在才晓得 是我的错 其实也没有什么 当时 季恒还未来太成功之前 你一向都对我很好 季恒来了之后 你才对我变坏了 这个你不用放在心中 季恒 他是你的心上人 而我 那时大约只能算是太成功的一只灵虫 我将他抓伤了 你将我关起来以示成见 其实也没什么错 你一时没有来看我 也没有什么 那时 你同季恒 准备婚事 婚事这个东西 一向异常繁琐 有诸多理智 你一时忘了我 我都能想通 你近期喜爱的那只灵虫 差点将我怒死之时 你更不用太在意 如今 这个事情 我已经琢磨出一套道理 能够自己想得通了 当日 倘若 我乖乖任淳麟将我拘着 这等祸事也都不会发生了 所以 我不能怨天尤人 终归其实是命中注定 我运气不太好吧 我在你宫中受了那么多魔难 也许是老天 借此来暗示我们 无论如何都没有缘分 所以 我就 小白 所以你想怎么样 小白醒来 也要近半个时辰 追入阿兰惹之梦 小白休为今时 靠着我一日三合生血为着 方把元神的伤补弃 身体仍然十分虚弱 即便是我以己身灵力 做出一个调养封印来 小白醒来后 她的先帝 也必须在一个时辰内 置入其中 方才有效 封印虽是养先帝的好地方 元神却不宜长时间聚在此中 似小白这种状况 将元神 放进此地租人的身体中 时时能汲取一些生气的养者 才是最好 至于阿兰惹之梦 倒不急着出去 此时小白心中记恨着我 但离将它放入调养风影 唯有最后半个时辰 让它继续记恨着我 度过这最后半个时辰 对谁都是一种浪费 怎么了 帝君 为何你的表情看起来如此凝重 小白 其实我们已经成亲了 成亲了 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 你不记得 是因为你失忆了 方才我说你水糊涂了 是担心你知道后害怕 但实际上 你是失忆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 但是 我怎么可能答应这门婚事呢 我 因为小白 你不是喜欢我吗 可是一定不是这个理由 如果是因为这个理由 那我之前做的那些 那只是奇异 最主要的 是我跪下来求你原谅了 你 你 你向我下跪了 嗯 你为什么要娶我呢 该不会是 你把我怎么了 所以非要娶我不可 那你的新善人姬衡呢 姬衡 你怎么会这么想 姬衡和我的年纪相差的 我和姬衡没什么关系 那 我 其实 还在做梦吧 我没在做梦 嗯 那我们的确是成了婚 这事情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 嗯 那我还有一文要向帝君请教 嗯 倘若你所说我们已然成亲 那我家老头子 是怎么答应这门婚事的 因为 我家老头一向是个很俗的神仙 哦 你既不是三代世家 如今又没有手握重拳 嗯 他们应该 不会把你考虑在择序的范围内 嗯 嗯 青秋